繼續回到即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一下在我身邊的嘉賓 依然有郭Sir為大家解答問題 你好 郭Sir 你好 再呼籲一次 大家任何股票問題都把握機會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大市方面恆生指數現在是偏遠 最新跌11點 做21,412點 期指正在升68點 做21,429點 高稅18點 國企指數跌7點 做11,661點 郭Sir 這節回來也想和你看看鋼鐵股 先看看整個板塊的走勢 看見鞍鋼最新是跌2先 做6.09元 馬鞍山鋼鐵跌超過1% 做2.68元 重慶鋼鐵跌超過1% 做1.35元 中國東方是跌1先 佈2.18元 首場國際跌超過3% 做6.01元 鋼鐵股來說 郭Sir 看到今天是全線下跌 看一些數據 看到今天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公佈了 截至2月17日 看到內地的鋼材存付量 已經達到創了紀錄新高 到1900萬噸 較前一個星期增加了51萬噸 而他們都說到 內地的鋼材 它的負存量 已經連續八個星期上升 其實都想和你談 現在現時的內地 鋼鐵板的情況是怎樣 好像看到有一個 供過於求和產能過剩的跡象 是的 實際上情況真的是這樣 其實先看看上游 鐵礦石的價格持續高企 入口的原材料不斷地攀升 這已經是直接打壓集團的毛利 好了 回來提列 環保要求不再說 電費又再進一步上升 即生產過程當中 包括原材料價格上升 對毛利也是帶來很大的衝擊 好了 產品出來了 如果市場需求是刺激的 可以提價的 問題當然不是那麼大 但實際上市場的需求又放慢 你又不可能停產 最多拖慢一點生產 你都要投產 產能是不斷地過剩 我覺得在現在這一分鐘 情況都未有改善 包括三四七的鞍鋼 包括三二三的馬鋼 1053的重鋼和六九七的首鋼 暫時來說 整個環境大氣候 都是暫時欠佳的 去年第四季當然不用說 當然不振 今年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需求持續還是放慢 直至經濟真的有少少回暖 即需求開始回暖 以及政策開始有少少保育 很可能在那一分鐘 藉著大型基建啟動 才可以將鋼材 慢慢地消售出去 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不但沒有條件提價 而且由於需求放慢 為了要減低財政負擔 可能售價會償量調低 這就解釋得到 為何幾隻鋼材股 這次都發了刑警 實際上展望 短期的前景 暫時來說都不太樂觀 當然不知未來一段時期 如果一些基建啟動 或者經濟開始進一步向好的話 需求放大了 到一些鋼材能夠 燒情能夠達到平衡 而且可以提價的時間 那一分鐘就應該走出谷底 不過暫時來說都不可以 如果資金投放在這個板塊 除非你有很高的能耐 如果不是的話 我自己覺得 就算市真的進一步向上行 都會跑輸大市 實際上近期相關的股份 技術上來說已經回升了不少 例如首鋼 由四號四指最低價來說 升到大約六號七 嚴格來說四號幾指已經是50% 安鋼又怎樣 早前一年的低位三個四號七 不要說 這一個浪大約四個四左右 到近日的高位六個七號幾 都升了50% 另外馬鋼也由低位大概是 一個月的低位是兩個半左右 其實早前來說 十二月份都是兩元左右 到現在兩日最高去過三元 其實來說也是50% 至於重降這隻走勢 就比較有V型的形態 一月中程的低位暫時 還是一元八仙、九仙 近日去到一個四號四 計算也是四十幾% 即是技術上整個板塊已經升了40%至50% 就算你說不是有什麼刑警的衝擊 股價都需要稍微整括和消化 包括基本因素 錢中欠逢 就算大市跌一點 他們可能跌的幅度會比較大 因為欠缺基本因素支持 郭Sir,如果這樣說的話 持板塊的投資者 是不是建議先行沽出呢 既然沒有基本因素支持 當然知道 如果你拿貨是多的話 我覺得指責我當然要定 因為事實上來說 很多短炒的投資者 都是看著勢來做的 萬一你好像 例如現在這隻重降 已經是輕輕跌穿十天平均移動線 至於馬鋼 已經是早兩天跌穿十天平均移動線 這些全部都是在技術上轉弱的 鞍鋼也在幾天前跌穿十天平均移動線 另外這隻重降 今天開始也跌穿十天平均移動線 變成大市現在還在十天線上 但他們率先已經跌穿十天線 即是弱於大市 可以很簡單說 或者未來的事 如果真的有一天 看到中移動、匯豐、健康的重磅男頭 進一步做好 指數再行市高位也好 他們這個板塊可能都是跟不上的 或者簡單說 有貨在手就定下指賺位 繼續向上網 但一到指賺位一點的話 應該是賺錢先下車 下一個回合如何做法 以後再算 但如果真的要求低賣的話 我覺得在組合裏面 買少許鋼材股 這個是無所謂的 不犯本就可以了 不過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都應該是觀望市 謝謝郭Sir 接下來又和你去看看 昨晚收市之後公佈業績的股份 有現代木業編號是1117 看看它公佈業績之後 看到股價方面 今天都不如理想 最新是跌成接近5% 做近1.97% 我們看它份業績 其實就這樣看數字 其實不是那麼差 看到它的中期純利 是升了超過1倍 有1.24倍那麼多 而每股的基本盈利 是有3.33分 看它的期內所生產的牛奶銷售額 是有漲幅是有超過60% 而看它不是那麼差 但是為什麼股價方面會跌下來 你覺得 我再看看 剛才你提到的 業績增長是1.24倍 其實你說過去的基數比較低 你記不記得早前有什麼問題 有毒買事件 就是說其實相關的產業是很受影響 好了 無利率 即是基本盈利 不是無利 基本盈利 3.33分 人民幣 我當你是大約4分 講完也好 你算下去 4分1、4分2 我不管你怎樣 下半年和上半年 我當你是相約 百分前 或者9分 一毫子 好嗎 你看回現在的市盈率是多少 相對現在是1.96來講 市盈率有差不多20倍 當然不知20倍在內需的板塊裡面 我承認是不算很貴 但是因為這個產業有少少敏感 因為你的木業是乳業 如果你是有些產品有少少污染 或者有其他問題的話 整個生產鏈真的出現一個問題 而且影響到現金流 好像蒙牛一樣 一盒奶有時 如果你是未出街 已經會受到這麼大的迴響 如果出街被消費者喝下去 好像早前的三罪青安的話 二十多元的股票可以跌到6元 其實來說真的很可怕 況且估值不算是低 這一分鐘正在試著十經平均移動線 在技術上一旦跌穿了 另一個防守性據點 將會退守到一個8號8和一個6號9 我就不建議吸納 況且2013年前都應該沒有色牌 大家想想就知道 好 謝謝郭Sir 我們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依然有職場較勞資 有問必答的環節 有事想問 歡迎繼續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都要麻煩郭Sir申報 剛才講過股份有沒有遲到 沒有的 謝謝郭Sir 節目完結之前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市況 恆生指數最新跌61點 做21363點 成交量540多億 我們休息待會見